今晚的 今晚成功 火炸料的蝦子 新鮮的螃蟹 趁經論兩張話 溫載漁港一早熱鬧滾滾 這兩天前駕魚比較好 昨天跟今天有比較好 餐餵前擠滿顧客 大家人手好幾袋 海鮮水產大買特買 味的就是中秋節烤肉 買蛤蜊跟蝦子 會比較貴一點 貴一點 會不會因為這樣不買 還是說怎麼樣 也不會 因為一年才一歲 今年的中秋節 雖然沒有辦法在戶外大烤特烤 但室內的小烤還是不能少 烤盤在餐桌上面烤 電烤盤那一種 因此不只是彰化的漁港 台中市區的海鮮市場 也湧盡採買人潮 排隊人籠大概維持10到20公尺 就怕群聚圍停 警車也在附近巡邏 業者說今年賣的最好的品項 是泰國蝦跟戴可牡蠣 但今年的量費的比較少 3000斤賣完就沒了 賺最多的話 應該就是泰國蝦了 那疫情前的時候 泰國蝦甚至一斤跌到快 一斤一百多塊 然後現在中秋節可能漲了 可能有一斤 可能就漲一百多塊這樣子 另外無氣漁港這兩天 人潮也有明顯增加 民眾強買海鮮水產 作為中秋烤肉食材 也讓各地的漁市場生意 明顯回溫 接著台中彰化 綜合報導 不介意